中文字幕 李宗盛 防腐器啊 有我們也擔心 總是這個健康的問題 學生其實常常在這個壓迫 到尾種就要遇到 他有什麼吸收你 腰空無時無刻都在塞車 塞車很多 沒辦法 跟我們買不起房子啊 他們現在要一兩千萬吧 因為穿衣服是一個人的自我表達 那才能学习到自己的人格的发展 或者自己的认同 所以我是蛮支持 这早就应该要服依解禁了 就好像我们的头发 当年也辩论了很久说 头发如果解禁 会不会高中生都不认真读书 花费太多时间 但是我想解禁了这么久 说喜欢认真读书的 还是很认真读书 所以这事实上是跟头发 有没有解禁是无关的 我想服装仪容只是另一个 就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门槛 我经常礼拜六到北英语 因为我是还是北英语一队的校友队 有时候我们都要去练枪 那礼拜六看到大家就已经穿便服了 或者T恤或者短裤什么 就是学生到学校 礼拜六已经不限制服了 那我们当年连这个都没有 就那时候礼拜六我们还是要上课的 那到学校任何时候都是要穿制服的 我觉得其实社会在改进中 已经在慢慢通融 比方说以前我们头发都要非常短 现在你烫头发绑马尾都可以 甚至我看他们的运动会 或者校庆的时候 拉拉队服装都非常自由奔放 那是我们当年都不能想象的 那如果说最后这一道屏障 制服都没有 我个人觉得对北英语的形象 是很大的损失 我们学校其实就是从头 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是没有制服的学校 那其实大家在上学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 都不会受到任何的 就是不会觉得说因为没有穿制服 所以觉得不方便 或者说没有一个团体的感觉 那另外一方面 没有穿制服你也会开始去想说 那我今天从你的十一柱形 开始去想说我要怎么样有一个自主 自我去想象自己的形象是什么 那我要怎么样去搭配我的衣服 然后去适应我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那反而是让启发学生 能够从自己的很生活的方式 开始去自我的想象也好 开创属于自己的东西 它其实代表就是 你可以代表它是一个学校的骄傲 然后其实虽然说我们并没有这么的自由 就是想穿制服就制服 想穿便服就便服 但其实你看到大家都是穿一致性的衣服 其实反而会觉得它其实就是一种传统 然后你也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整体就是看起来是很整齐的 是让人家很舒服 甚至它就是代表一个高中的回忆 那高中怎么样也还是 不管为了学车或为了大学联考 要念书的时候 那是不是说把太多时间花在 自己去找衣服买衣服 或者怎么样又更大的花费上 这个好不好是不是也要考量 如果当我们没有制服的时候 你不可能每天穿同一件衣服 一定要 尤其女孩子爱漂亮 爱总会总会 那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赚钱能力 是不是给家长更大的负担 这其实有的时候都是 大人失账 有一点点太一厢情愿的看法 那应该要回到学生怎么想 我想回到校园民主 然后我们对教育的看法 那才能够让青少年觉得 大人的要求是合理的 在一个班级有时候你要拍团体照 那如果说大家不是穿同一的制服 有些人就穿运动服 有些人穿制服 有些人穿便服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就失去了那个整体性 那本来团体生活就是会有一些的牺牲 那我倒觉得这个 并没有到严重的违反人权 我想如果一个学校真的要好 或者说一个学校真的就是很有团结性的话 不需要用制服这么表象的东西 就像之前台下叶秉承教授有讲 他就说你人生要成功的第一件事情 并不是把学校的标签提在你身上 而是让你成为自己的标签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而是让你成为自己的标签 就是了